好的朋友们 我们现在在2021成都车展的现场 现在是在临跑展台 临跑展台我们刚刚是拍了 那个临跑的T03的一个新的版本 那么我们在现场还发现了 它现在展出了一款尺寸更大的 一个更高级别的设计C111 先来简单的看一下外观 前面这个好像不是一个贯穿车的灯带 它就是这样一个亮条 然后旁边是车灯 其实整个前脸的设计还挺常规的 就是很典型的这种电动车的设计 前面是一个封死的 然后是一个全包围的这样一个造型 然后侧面我们来看一下 在这个地方看到了它的一个摄像头 这应该是一个驾驶辅助系统的摄像头 然后在这里是马牌的一个台 轮胎的规格很高 255 45 20的这样一个规格的轮胎 车门用了这种隐藏式的门把手 它是这种弹出式的 然后值得一提的就是 这辆车用的是一个无框门 而且用的玻璃是双层夹胶过的 这辆车其实应该是偏向于那种 轿跑的风格的这样一个车型 我个人觉得这一点是特别喜欢的 然后整体的到后面这一块 是向下做了一个溜背的这样一个造型 接着我们现在来到尾部 因为现在旁边的观众真的是比较多 所以这辆车其实整体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 在这里是用了一个贯穿式的尾灯 然后旁边是这画了一个圈 整体的这辆车在设计方面其实给人的这种低感官还是比较不错的 接着我们去车里面看一下 我现在坐上了这辆临跑C11 感受到这辆车实际上是有一个输入进入的功能 然后坐上来之后就发现这辆车是有一个座椅通风 而且是一个看一下 吹风式的设计 然后来简单看一下这辆车的一个内饰的这种设计的ID 它采用了这样一个三连屏 然后两个屏幕旁边的是尺寸比较小的 包括我的这个业绩仪表 它是一个尺寸10.25英寸 然后包括副驾驶前方 这个应该也是一个10.25英寸的这样一个小屏幕 然后中控是给了一块大屏 然后整个中控台就没有其他按键了 所有的功能都集成在了整个大屏里面去操作 有一个多功能方向盘 然后能够实现一些基础功能的控制 比如说切个歌调个音量 控制一些这种小功能 然后它的挡板是跟0跑T03是一样的 跟奔驰的怀挡一致的 是一个这种波动式的怀挡 然后整个中控这一块 其实整个设计感觉还不错 然后这有一个钥匙识别的这样一个区域 然后有两个孔的这样一个背座 一个对开门的这样一个中控扶手箱里面 是有一个格子可以进行调整整个扶手箱的这样一个近身是比较不错的 接下来我们去后排看一下它的后排的空间表现到底如何 刚刚说到这辆车有一个舒适进入的功能 所以现在前排没有坐人的情况 这个前排座椅是调到最后的一个状态 这个时候它的腿部空间一圈两圈不算太突出 如果说这个前排坐人的情况下的话 整个后排的空间会有一定的改善 然后做一个纯电平台车型它整个前排的地台是完全纯平的 后面是一个可以分开调节的两孔式的出风口 然后有两个传统的Type-A的USB的接口 后排的扶手可以放下来 然后同样的两个圆筒式的这样一个背座 这辆车的后备箱的开启按钮依然是做了一个隐藏式的设计 然后它的这个动作会有点慢 然后先会闪针然后再来开启 开启之后感觉这个后备箱的整体的空间表现是非常优秀的 第一个是它这个地毯确实很低 我直接就能够坐上去 然后整个近身表现比较不错 而且整体的空间是特别规整 然后下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比较深的一个储物槽 那么在置物空间方面 这辆车的表现可以说是特别优秀了 这辆车实际上是一个载瘦的状态 它的售价区间是15.900到19.900欧元 那么这辆车的需要里程是有三个版本 分别是两区的低配和高配 分别是510公里和610公里 还有就是一个四区的配置 它是550公里的这样一个EDC的供况驱航 整体来说这辆车作为这样一个造车新势力产品 以它的定价来说 能够实现这样一个续航里程 还有就是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车型的一个精彩的表现 我个人感觉还是相当不错的 那么我们也特别期待能够在后续拿到这辆车的一个试驾车 在我们当地进行一个实测之后 然后来告诉大家这辆车的一个整体的动态表现到底如何